這個 他本來瘦的時候就有瑕疵 對方 你看這應該是有 蹲到的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那 遠方看的話是還好 還好 這個是目測嘛 一個手臂距離 你再遠一點是還好 會有這種光面 然後 當初測試影響沒有問題 這不知道是 怎樣問題 不知道當初是怎麼摔的 就蹲到 這個無線後環繞是還好 因為通常你不會去看這個東西 那其他都是沒有問題 其他 因為我都收納了 他 其他都是基本他細微掛傷 最關鍵那兩個有蹲傷而已 然後他主機都蠻 還不錯 這正常使用刮傷而已 因為我看不出來 大聲好像這樣 其他大喇叭 兩隻大喇叭跟重低音是沒有 外觀就像剛剛主機差不多 我都收起來 然後大聲好像這樣 那我們當初有測試過 都是沒有問題的 大聲好像這樣 這應該是摔到的 不然不可能蹲成這麼誇張 這隻比較嚴重 不過 就熟龍這天影片看起來是沒有 就是 你遠方看就看不出來 你兩個走去距離 你通常再更遠一點 就完全看不出來 你這樣就還好 這可能 拿個什麼塗漆料 塗一塗也可以解決 大喇叭 大喇叭 我相信